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牧人青草地来到罗马书14章 罗马书1到11章是基督教义的辩护与论述 12到15章则谈到基督徒新生活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的14章则是着重在吃的事情上 大家是否观察过许多的宗教会有较多的禁忌和传统 甚至限制信徒不能吃什么 比如说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能吃猪肉 台湾传统农业社会既会吃牛肉 那你可能也想基督徒也不能吃血还有败过的食物啊 但你似乎又听过一句话说 基督徒没有禁忌 什么都可以吃 因为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 从彼得领受从天降下一块大布的异象中 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过去犹太人所遵守的洁净与不洁净的物 在基督的宝血后都得洁净了 所以凡物都是可以吃的 包括犹太照所不吃的猪肉 成为基督徒后都可以吃了 所以基督徒是很自由的 但吃血和祭祀的食物又是有另外的讨论哦 今天经文的背景是 初代教会的组成 不外乎是外邦人和犹太人 部分的犹太人因为一直以来守着旧约律法 他们信心不足 无法从原本不能吃不洁之物的观念中脱离出来 直到现在 犹太人还留有一种食物的处理程序 称为cosher 全程遵照旧约的律法的教导 以保障吃到的食物都是符合上帝的心意 而外邦人则没有这样的包袱 因此在初代的教会当中 外邦人不能因为自己凡物可吃 就轻叹这些有所不吃的犹太人 这类不违反神的心意 只在乎信心大小的问题 我们有几个原则可以来遵守 第一是不可论断 用爱陪伴 吃或不吃都不影响神的国 不要因为吃喝的事情导致教会争吵混乱 或使信心不足的弟兄姐妹跌倒 吃喝并不犯罪 但使人跌倒的反而有罪了 所以我们不要彼此论断 唯有主能论断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运用爱心 去体谅信心软弱的 如同哥林多书信所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为了不使人信心受挫 我们可以用爱去陪伴 取代批评论断 今天的经文也说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但以上都是在不违背道德 以及神心意的范围内 我们不要无限上纲 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哦 第二 只要是为主做的 就献上感谢 相信凡物可吃的是为主吃的 守着不吃的人也是为主而守的 只要是为主而做的 我们就值得感谢 类似的情况像是今天经文提到的守日子 可能是指犹太人的节日 像是安息日或是犹太节庆 现在基督徒也无需再守这些日子了 但我们与基督有立新的约哦 像是我们的主日崇拜 还有领圣餐 纪念主的死与复活的日子等等 前者是关乎信心大小 后者则是我们与基督所立的新约 是不一样的范围哦 但总之 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 一切所行的都要在乎神 当主内的弟兄姐妹 是凭着信心为主而做的时候 就为他献上感谢 第三 鼓励自己成为信心坚强的 今天的经文说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不自责就有福了 身为基督徒 我们确实没有什么禁忌 所以基督徒可以在鬼月结婚 可以不受生肖或者是星座的限制 我们只求合不合神的心意 所以像是拜过的食物 或许市面上所贩售的食物 可能都已经被拜过了 但拜假神的食物 岂能玷污属神儿女的身体呢 所以在不可考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吃 但如果是在祭祀的场合下 我们就应当选择不吃 因为这会使我们与祭祀有份 是神所不喜悦的 以上几个原则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并且鼓励自己成为那信心坚强的 基督徒是自由的 却不是放纵 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 乃是为基督而活 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不应当去碰 能够建造教会 建立立兄姐妹信心的事情 我们就选择去做 相反的 会使人跌倒 使教会不合一的事 我们就选择不做 感谢神 我们不是被挟制的 是在主里有不犯罪的自由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得着这么大的自由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也愿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新的生活 能够学习 不去论断弟兄姐妹 乃是凭着爱心 凭着信心 一起来扶持弟兄姐妹 来过属灵的生活 帮助我们 在基督你给我们的自由里面 能够学习为主而活 向神献上感谢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